以前怎么没发现曾顺熙这么可爱啊 粉丝用土味情话撩李庆 也就是我们俩一起玩石头剪刀布 我只能出剪刀只要维持人 因为你是我的全部 所以 一旁的曾顺熙不自觉地跟上了口号 但却被污蔑没张嘴 曾顺熙的反应 曾顺熙没什么意思 真的 我没有 你大点声音说一遍 谁听见了吗 你们听见了吗 没有 他回放 哥 他无限我 是会说无限我 有说了 这不是跟他男扮女装的小表情一模一样吗 轮到顺牛粉丝喊话曾顺熙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他的尴尬 要是地上有个缝 估计他恨不得立马钻进去 曾顺熙你的手真好看 继续指着 曾顺熙比个心 曾顺熙比个心 比个心 脸颊比心 比个心 我真红了 已经红了 曾顺熙就是那种 人傻钱多的帅哥 好多人都曾在他手里骗到过钞票 菊静怡给他补妆随口问了一句 找杨超越和刘雨宁宣传 自己主动给他俩涨价 口播一条吧 800 一条才800 那我来一条1600的吧 我都知道 你上次给我转了200不是吗 这次你再给我转666 一个是866 我给你转686 为什么 是个好数字 加上次200 就这样加小 等于886 召集用录音室找了刘雨宁 又被骗1000块 昨天刚被刘雨宁骗了1000块钱 梁静说一件羽绒服 可以穿好多年 于是下播后 曾顺熙就送了个 8000多的羽绒服给他 我感觉就是洗一次 他就不如一开始那种 碰碰的 而且我只有拍戏的时候穿 所以就是 我也 网速快的白孟岩 也知道这些事 于是直播的时候 然后给我搭戏的时候 也哭得稀里哗啦 因为我说他非常认真 认真的夸客气 我有一个真的 转账 转账 这下好了 全世界都知道 宗顺熙人傻千多了 这是深圳真少爷 谁不想有这样一个 有言又有钱又仗义的朋友 网上有一个兄弟 给女友播下的测试 很多人都是生气于 是不是被戴绿帽子了 轮到曾顺熙这里 他的回答 我一时不知道 该不该建议他去检查 检查脑子 猎人给自己的朋友播下 和朋友给自己的恋人播下 那谁就播下 都说粤语是男人最好的一美 巧啦 曾顺熙还就是广东深圳人 他唱歌即使没着调 也很好听 尤其是唱粤语歌 白露还专门帮他打歌 拍了个类似MV的视频 网友都建议他俩拍全部 被采放的时候要求讲粤语 Oh my god 我真的会爱上曾顺熙的程度 是谁反复播放我不明说了 要知道作为真少爷的曾顺熙 当初进娱乐圈全家都不同意 甚至装病阻止他 但曾顺熙一脑门就想做演员 现在曾顺熙在娱乐圈混出了名堂 参加线下活动 全家作为VIP排队找他合影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他爽了 嘴角好难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